哈囉 歡迎歡迎來到以下收看 自熱限時第五賽季 例行賽 Week 2的賽事 那現在進行到的是第四場 由黑時隊上GoGoJoy 這個應該是... 剛剛是...來了一場激烈的比賽 新風邪雨 我們的泰文老師的靈壓已經消失了 欸 我有聲音吧 嘿嘿嘿 他已經保持一個不動的姿勢 是怎樣 完蛋了 完蛋了 那應該是... 好 等一下喔 我重新進這裡好了 也有可能是我問題 喂 喂喂喂 我剛剛聽不到你的聲音啊 可以可以可以 超詭異的 然後我看你的視訊就是保持在一個 keep在一個姿勢 你知道嗎 唉 好像最近Discord都會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剛剛聽得到我的聲音 可以啊 我剛剛聽得到 喔 我剛剛聽得到 我剛剛聽不到你沒有 剛剛黑時說 他不會為了銀幣賽出賣自己的靈魂 好 地圖上地圖 光雨影 好 地圖右下角紅色 紅色蟲子 GoGo Joy 好 地圖左下角紅色 對啊 跟那個蟲子之心的時候 還有那個擺聲蟲會自己爬出來的那一段時間 你有印象深刻嗎 那段擺聲蟲會自己爬出來的那一段時間 你把兩個小時心跳 有印象蟲 那時候看到TBD都是很痛苦 那時候看到TBD都是很痛苦 小Case 你知道嗎 45分鐘換轉成那時候其實也一個小時 但在那個時候一個小時啊 還是算久了啦 但是就是 常見 對啊 就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那個 沒有 不會覺得一個小時 是已經很習慣了 然後又放空炮了 很好很好 這個節奏我喜歡 這才是他的靈魂啊 出了一隻狂戰士 因為對方不是裸霜 這邊有看到六層的時候 這可能是就一定得 應該是不會取巧啦 就一定得按出來 不然等一下就變 又變成nice2號 他這個洞是有點大啊 哇 他這個洞也很大 這好像是一直站不穩的 阿如果不放那隻狂兵的話 狂狂可以一直點裡面 然後穿 對啊 不過救魚這邊感覺是針對 針對黑手啊 所以他就直接 這邊直接走 走一個頭撕開 避免等一下早期被放空炮 太神奇了吧 這個黑手直接家裡放野電腸 然後直接提攻 不要 快逃啊 這野電腸應該是沒有被看到 生意攻了吧 他應該是沒有被看到吧 欸 蛇意攻真的都比較早 跟其他的 嗯 嗯 他這個 應該是要配合 等一下打一個什麼 這個 這個 早期他是連 他是連科技劍組都沒有 都沒有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洞還是很大 唉唷 外面這層就行了 奇怪喔 我們的建築師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建築師八部怎麼蓋了一個很奇特的建築局啊 太小看之前的泉水溝啊 這根本也是沒有在交流的好不好 哼 以前那個泉水溝打進去的話也是沒有在交流的 你知道這個 從頭到尾重組只要控他那個 飛出去的東西的路線就好 對阿他右鍵就好 然後那時候的百生手是不能 他的小手是不能飛的 那時候是全部都是地面爬出去的 那時候也是沒在交流的阿 他也出去一邊爬過去就很適合 還記得以前有一張地圖是上下 正上跟正下點位的 然後那張圖 那張圖還有一個內控的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然後就是在那張圖上 充足打神族或打人類一定都全水溝 因為就只有一條路 基本上就一條路可以 然後你就可以守全部了 對阿就可以守全部了 差不多 之前那個什麼阿 那什麼冰霜之禁 那個禁點也是很煩 我覺得就很自殺 反正直接從你家爬到我家是什麼 什麼阿 真的別懷念 真的別懷念 真的別懷念阿 那個全水溝真的有 那個絕對比剛剛那個更無聊 真的沒有在苦難 而且你就想那個東西 火帶高一場可以打 我騙一下東西 而且那個東西重複性有夠高的 你就一直看到就是 畫面都是白衣蟲 然後 而且 選手有多 這邊就可以再送阿 這個是兩邊都不用送阿 阿 可是這一波都能打死人阿 要不可能阿 畫面好像有點神奇 怎麼會神奇 我好像怪怪的阿 我感覺 我感覺抽出使用力有點多阿 他這個蟑螂語論上 是要一直往後甩的 他完全不想撞 他今天採取了一個 整個 我變成一個狀況 他好像被打死啊 好像沒有RL 一千二千 Gamble 阿 timer蠻融融 他是不是後面搖得多阿 後面就不應該在面為皮巴 ниб RN 永遠投趴 Cooking 不得不說那時候泉水溝真的是 二殺收視率啊我覺得 對啊 那個火蛋糕一場泉水溝可以打五個小時 七小時還是五小時啊 三小時 五小時吧 很慶幸我沒有撥那一場 我也很慶幸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開始 那時候還好AD沒有去選擇撥那場比賽 不然那個 那時候AD就在撥了喔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好像還沒 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欸 對對對那應該還沒 他是衝突之心的中... 中後期吧 中後期了 我很慶幸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開始在做這個轉 不然我們一定那一場一定直接死在大家面前 雖然說是中後期那時候也15年 1415年那時候五六年前喔 因為虛攻自己很久 虛攻好像16年開始吧 15年 在16年開始了 16年吧 16年底吧 好像是我大一升大大一升大大 因為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在解那個 虛攻自己的劇情 所以應該是16年底 不用吧 我記得那時候的泉水溝人類也不用動啊 因為那個時候的百生蟲不是不會飛 還是那時候飛是要另外提技能的 飛要很後面才有這個東西 對啊我記得百生蟲會飛是很後面才有 那時候百生被砍過很多刀啦 可能就是為了不要讓大家再打那個智障的局面 那局面真的是很智障 那時候百生蟲有沒有砍 應該至少有砍個 有砍個三四刀吧 砍個什麼啊 百生蟲應該是 應該也是那個什麼吧 一開始什麼速度之類的吧 百生的 這個小蟲的移動速度嗎 還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砍得滿多的啊 還有攻擊力之類的 他把升級拿掉啊 那個 拿30秒 把一些很激躁的升級拿掉 好給他多的可以飛這樣 這可能要去看一下那個 TL上面那個百生蟲的進化石 我們才可以知道他到底被砍過 有這個東西啊 他好像會寫說他每次改辦改的什麼 這閃爪要剛的贏這組合其實蠻難的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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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贏吧 我覺得很難欸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機會打贏吧 但不太的意思 因為其實Joy Joy的這個對面其實也很難 反正就差不多是15年16年那時候啊 虛空之以 我記得我是在那個三重的那邊打的 我記得我是大一升大二的時候開始玩虛空之以 大一升大二那不就是下半年 應該是15年 就差不多15年就對了 15年才對阿 確定 如果這遊戲只要出最後就可以贏了 那我就贏了 那也真的有可能會贏 那也真的有可能會贏 這把是真的有可能會贏 那個Joy的口氣其實打不上來欸 阿這除了狗真的要多欸 攻防狗 結尾獸就好 攻防狗結尾獸 那問題是這個量子 這個量子也好像 可以吧 攻防狗結尾獸可以打 可是充足的兵力有點不太夠 你看你不覺得打起來 其實生豬沒有很 我說真的阿 他兵力不太夠阿 好像是前面 前面黑石那個部隊 他一直出去換充足 他沒有 他不是等續到這樣一大怪來走出來 他是從一開始就一直在跟你換 所以充足這邊兵也很難自己 欸充足不要從這邊這樣打 要包夾嗎 狗從事件包包過來阿 結尾獸上去 炸一炸 逼他把閃心用掉 好生出三攻了 欸兄弟兄弟 如果是以前那個只有 沒有結尾獸年代 我就覺得 這個主人打充足 沒問題 有上有結尾獸 我就覺得還好 畢竟射成都一樣 要包了要包了 再次兵不夠 我就要逆轉 安安 逆轉了啦 媽 兵不夠吧 轉了啦 還有狗號丸 而且Joy只有 Joy三塊嗎 有四塊阿 他現在還有一個 好像沒有被看到 這是怎樣 為什麼下面這個塊會沒有被看到 我看這場怎麼那麼像我以前在打的 比賽 這狗這樣子 痛太多軟了 對 也是不該 不去點個試礦嗎 他再不點試礦 他的礦快乾了 呃 拜託這群 哦 這邊有個宅口 就耗了一些 有個宅口 卡進來了 讓你這人衝 蟲子都要在這裡衝嗎 他應該還是得走吧 下面怎麼還一大坡啊 怎麼這麼大坡阿 為什麼他不回頭包阿 沒有他包夾阿 哈哈哈哈 嗨 我覺得Joy已經是正解了 如果打不贏也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Joy這配兵已經是打這個組合最好的 啊這個票 喔很兇狗很兇 但是沒什麼兵了 Joy有阿伯娘一直說這就是Protest嗎 不是阿這樣都可以我已經覺得 這已經是D的問題了吧 哈哈哈哈 這罪列真的 1比0 我想一下哪裡出問題阿 前面的那一波吧 前面那個5分30秒那一波殺了一波狼 那第一波沒鎖好 然後再加上那個 再加上那個 其實HELS前面他的攻防很快 所以其實每一波在會戰的時候 HELS的攻防都是領先的 這個罪列攻防領先 前面在打這些蟑螂還是很痛的 因為純罪列理論上 打這組合應該是不好打的 嗯 對啊 可是我在想是不是到了 那麼後面的時候 他就要有一點別的東西 肯定肯定是 機器也還好阿 我覺得狗接的時候是可以的 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其實可以變 是可以變毒暴的阿 但因為就已經 變毒暴阿 變毒暴會比較好嗎 對啊會比較好阿 因為你如果只有狗的話 HES就只要 他的操作就只要 前面殘血的 往後閃 但如果是有毒暴你必須要散開阿 那如果出刺蛇你覺得 出刺蛇應該會更早死掉吧 因為這HES的 HES的這坡來得很早耶 他出刺蛇應該是頂不住這坡 狗列理說後面阿 可是他中間已經被打傷了 也沒辦法轉刺蛇 應該轉不太出來阿 我覺得是轉不太出來的 就我剛剛想要比較的是 出刺蛇好還是結尾收 如果 以這個東西的正解來講 應該是出結尾收啦 嗯 結尾收狗就好 那你覺得要加一點蟑螂就對了 加一點那個毒暴就對了 對啊 因為你出刺蛇的情況下 會有一個狀況是 你會有一段兵力的空窗 你那段時間 你的量是蓄不起來的阿 很容易 很容易就那一波就被頂死了 所以基本上打這種 純BG的 BG冰的一波的這種東西 都是出蟑螂系的 會比較豪竭 扎格納特 好 雙方第二張地圖來到的是 扎格納特 地圖坐下 紅色 紅色的充補群兒是 GOGO JOY 那地圖右上角藍色 藍色的神助群兒是 他死 他死 我看哈死的比賽至少不會看到 激烈的畫面 激烈的畫面 不覺得講著講著肚子就餓了嗎 肚子就餓了是不是 好 這邊是狗子開 你最近還有在打嗎 比較少 好 過年這一段時間打得太多 剛好沒有上班 沒有上班的時候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打多一點 好 這邊還是狗子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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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還是把他把建築都不上便了 這是卡著 這邊直接接了一個VR 他這個VR等一下如果沒有被一波 他就直接做冷靜 然後放兩隻教室在裡面 他如果被一波就直接出不休 追獵VR 這麼酷喔 冷靜 直接做冷靜把家裡的那個遠程 可以打遠程的兵全部都栽起來 把教室追獵載載載 然後出去農民的東西 我以前還有個開局 就是直接冷靜載四隻哨兵 然後去人家礦區後面 然後隔一隔把公司殺一殺 還是這樣 你也不要隔東西 你就把那個礦區四隻哨兵進去 然後把那個礦區全部封起來 他不能採礦 15秒而已 你看15秒也很爽耶 你就直接放 你能量進去 然後你就直接放著 一個礦被你癱瘓15秒 很爽耶 是不是比你先知放那個定 還更有搞頭 先知比較搞頭吧 不是阿 你先知他是有可能拉走的阿 但你這個是強迫他是15秒不能採礦的 對不對 你是強制他15秒鐘沒辦法採礦 我決定下次我要來試試看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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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決定前面我就VR開 然後我就做四隻哨兵過去 做四隻哨兵過去 直接在那邊 在那邊 我決定頭 哦這邊一波來了 哦 兇很兇喔 這個時間點多久了 我怎麼覺得好像被... 我做了吧 這也是正解啊 其實Joey兩場都是正解啊 這波被手這麼輕鬆 Hat這邊已經差不多... 這邊是可以退了 因為Hat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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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採瓦斯喔 他完全沒辦法轉那個科技了 不會放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喔看到了 這Joey還有看到Hat還在刷屁 他繞了一波狗出去了 他繞了一波蠻大的 蛇... 喔他要直接回來用包子 哎...我來囉 爆! 蛇...封信爆了 喔但這波... 反而是好像很強欸 不然還有..還要有這根滴汁啦 這根滴汁啊 這根滴汁還可以扛啊 再拉再拉再拉 逃命了 快逃啊 跑不了了吧 只能履扣了吧 他還沒有要拆瓦斯的意思 他要再打一次 他就是要這樣子打到底 對方補農就有機會死 他就這隻不朽 玩到現在 靈魂人物 剛才已經要扛不住了 不好說這波我覺得 看起來有點多 這塊是看起來有點多 對啊 不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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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朽不朽 他在點第四啊 後甩 等一下第一次把那個不朽插死 我跟你講 把他給靠 可憐 什麼鬼東西 到吧 不朽不朽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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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朽很危險啊 就一個龍死光了耶 可是他還沒打下來啊 會不會 等一下在後面再刷一波 一波過來 他要找好地方 因為現在 有了有了 他找到一個好地方了 因為他的 人進血有點少 後蟲點一點 有可能直接悲劇的 他要刷出來耶 你死 啊 沒有 他一直在想說 他一直在想說 不朽再回血了 不朽再回血了 想點人進 我的天啊 我要A死了 你感性 這個你感性 不是啊 這個黑是應該要輸的吧 不可能 完蛋了 所以 別打 一波 那我一波 好笑喔 可受不了了 Joy也崩潰了 有臉 好 恭喜這邊 這樣 這樣都能輸的嗎 其實 Joy第一波已經守得很漂亮 而且 而且關鍵是你知道 Joy後面也沒有生其他東西 你知道嗎 他這波守完以後 他後面 農民只補了一兩隻 他沒有補很多 他就補一兩隻 然後 對啊 然後 然後蓋那個第一次 可是其實我覺得 有些地方還是可以那個 就他 他如果有分個什麼東西去 想一下 可能分個 一兩隻狗 類似像這種東西 在那個人進的正下方 他的不朽就丟不下來啊 但這個 比較不好 比較不好操作啦 我覺得那個放在正下方 那個 啊 是的 那 有點可惜 這把看起來 真的是要贏的啊 我回頭看了一下 Joy是不是 好像也沒卡很空 他也沒卡 他等空應該是一直都 一直都在一個蠻健康的狀態 還是他瓦斯不夠啊 因為他剛剛其實做 狗的數量是做蠻多 其實根本不需要狗 你知道嗎 那其實只要蟑螂慢慢往後甩就好了 對啊 狗根本就不用太多 就是一直甩 把關鍵甩完就好了 他的不朽沒辦法 他就只有那隻不朽的傷害 你如果都是蟑螂 他就只有一隻不朽的傷害 狂安神根本就沒有傷害了 可是你如果出了狗 那些狂安神就跟神一樣 他抓去打狗就很久 我在看那個 剛剛那個最後畫面的回放 有點可惜 應該就贏了 我還是覺得就贏 終於是 那個不朽在最後一秒 他的無敵 那個畢竟 S是停氣的這一波 他沒有後續 他就也沒有多補 他就補一隻 就還是死 他把那個補出來 他就開始第一次 他就開始第一次 然後那個人家打過來的時候 那個第一次還沒有 好啦 那這邊 戰士攻擊的黑石 優比贏戰勝了就贏 那下一場 下一場是 黑石對上 那個 越南重王的比賽 好那我們馬上回來 啊 我們下公了 看見過囉 我們下公了